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这个习惯的人真的会越来越丑 每一个女人都想要变得更加好看 但其实除了用昂贵的护肤品 以及穿名牌的衣服以外 能够迅速让我们变好看的方法 其实是日积月累的小习惯 那些你曾经忽视掉的习惯 其实是阻止你变美的罪魁祸首 你的坐姿,你走路的姿势 甚至你微笑的方式 都会让你不知不觉越变越丑 不是吓你们的 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1.歪嘴笑 歪嘴笑的代价就是法令文啊 不是吓唬你 这是因为肌肤已经形成了记忆 还有总是喜欢皱眉挑眉的朋友 摸摸你的额头和眉间 它们可能已经出现 或者正在酝酿着可怕的抬头纹和穿字纹 还有女人最害怕的鱼尾纹 很多人大笑的时候容易出现鱼尾纹 如果你爱笑又爱美 我给你的建议 大笑的时候不要嘴角苹果鸡都往上挤压 而是把下巴稍微往前伸 然后裂开嘴角多多练习 你就能拥有现在无敌的笑容 总之不想满脸纹路 还是奉劝大家不要经常做各种夸张的表情 2.口呼吸 俗话说人长得丑连呼吸都是一种错 这句话虽然不敢苟同 但是反过来看 不正确的呼吸也会让人变丑 口呼吸就是一种 白天在日常活动中 我们一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方式 口呼吸现象一般体现在睡觉的时候 很多人睡着之后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张开嘴巴用嘴呼吸 流口水的人一般都是如此 严重的口呼吸会造成面部发育畸形 形成口呼吸面性 医学界有专门的术语 称为现样体面容 通俗点说就是上唇较短 下巴后缩 嘴向外秃 脸变长 牙齿不齐 口呼吸不仅影响颜值 还会影响健康 如果张嘴呼吸加速了口腔唾液蒸发 唾液对口腔的清洁 保护效果就会减弱 容易出现牙周病 蛀牙 口臭 此外由于经常伴随着上呼吸道狭窄 睡觉的时候常会打寒 容易影响身体发育 一旦形成口呼吸面型后 会比较难纠正回来 并且嘴巴总是不自觉张开 会让人觉得有些表情呆滞 三 摸脸 脱腮摸脸揉眼 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 可能都在慢慢地使我们变丑 作为一个不能随喜的物品 手机有多脏是不言而喻的了 上厕所玩手机 吃饭玩手机 放地上 放桌上 放床上 然后玩完手机再摸摸脸 恭喜你 离变丑又更近一步了 不要小看了手机上的细菌 菌种可能比马桶还丰富呢 有皮肤科医生表示 很多人长挫疮的那一侧 往往就是经常接电话的那一边 所以为了你光滑胶嫩的皮肤 记得时不时拿起酒精棉片 消毒一下你的手机 很多人在开会看书 或者觉得大脑有点疲惫时 会习惯性脱塞 脱塞时手掌对脸部的挤压 会拉扯面部皮肤 很容易出现各种细小的皱纹 还可能造成咬肌单侧偏大 面部不对称 摸脸更是常见的无意识的动作了 而我们的手指经常接触键盘 手机 钳 扶手等等 细菌非常多 这样再去摸脸 会把细菌带到脸上 这也是会堵塞毛孔 长粉刺 搓疮 留下痘疤的原因之一 同样 用手揉眼睛也是这样 会把大量细菌带到眼部 此外 用手揉眼睛的时候 会使眼部周围的皮肤变脆弱 变松弛 这样的话会更容易长出皱纹 所以 想要面部皮肤好些 手就要老实些 四 低头玩手机 日常生活中 手机似乎真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但是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身体各个部位 正悄悄地发生着伤害 当一个人不低头的时候 脖子只需要承担头部的压力 大约四到五公斤 很轻松 但是在你前倾低头六十度看手机时 颈部就需承受二十五到三十公斤的重量 颈部的肌肉韧带 为了减轻颈椎压力 会反射性地紧张起来 来对抗前倾 长此以往 脖子会经常出现明显酸胀感 甚至疼痛 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颈椎病 此外还有肝眼症 见窍眼等都会慢慢地找上门 最重要的是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让人变丑 手机的蓝光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皮肤受到刺激的情况下会加速退化 导致细纹和皮肤松弛 所以晚上看手机要开灯或者不玩手机 长时间保持低头的姿势 沉重的头部会给下巴很大的压力 使周口肌肉受到向下的牵拉力 引起皮肤松弛 法令纹也就出现了 刷短视频笑得越开心 法令纹就越深 玩手机的时候紧压脖子 会缩短脖子的肌肉 表皮细胞衰老加快 使颈部的皱纹加深 并且出现双下巴 五 久坐 有一种说法叫椅足 指的是那些一天大半都是在椅子上度过的人 现在的人坐着的时间越来越多 平均一天中几乎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坐着 不管是在办公室 还是在开车或者看电视 而且典型的上班族 每天久坐的时间 很有可能超过八小时 正在上学的学生 从早晨醒来到教室 再到下晚自习回宿舍 坐十几个小时都是常试 久坐不仅伤眼睛 伤手 伤腰 伤背 伤脊椎 伤小腿 也伤心 慢慢的眼镜度数越来越高 脖子前倾 寒胸 驼背 体态越来越差 还会变胖 当你久坐以后 人体的血液变得不通常 脂肪会逐渐堆积在腹部 腰部 此外 很多人坐着的时候喜欢翘二郎腿 只要坐下来超过十秒 双腿就会不自觉地架在一起 而且翘二郎腿会导致盆骨扭曲 人体结构是缓缓相扣的 一个不良习惯 往往会牵一发动全身 衍生出更多不良习惯 久而久之 盆骨倾斜 高低肩 长短腿 它还肆意扩散到全身 头部的骨头也会扭曲 脸上的毒素堆积 新陈代谢恶化 你的脸就越来越大 并且长期翘二郎腿 会使腿部血液循环不畅 严重时容易引发静脉曲张 当有了静脉曲张 穿裙子可能就成了梦想 除了翘二郎腿 常见的错误坐姿 还有内巴坐姿和盘腿坐 偶尔为之没关系 长期内巴坐姿容易形成X形腿 盘腿坐容易形成O形腿 所以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 每过一小时甚至半小时 就站起身来离开座位 倒一小杯水喝 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眺望向远方的美景 六 胡吃海塞 吃东西不仅是人生存必须 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 心情不好 喝杯奶茶释放一下 心情不错 喝杯奶茶庆祝一下 熬夜加班 得犒劳一下自己 一般夜宵还都是高油高糖的 此外各种聚餐 酒局 让我们不停地吃吃吃 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吃的时间更长 吃的也更多 当然 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怕的就是吃的太多 再就是高油高糖 烧烤炸鸡 奶茶 蛋糕 饮料 以世界卫生组织 每天摄入添加糖 不超过25克为准 随便喝一瓶饮料 就可能超标 最容易又发痘痘的 不是辣 不是油 而是甜 高糖饮食会促进 胰岛素的产生 增进雄激素的分泌 女性也有雄激素 只是比男性少 这些激素的作用 会让皮脂腺分泌过度 从而导致脸上皮脂增多 久而久之 你的脸就会越来越脏 炎症反应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挫疮越来越多 对于女性更恐怖的还有 变老 体内含糖量高的人 糖会附出于皮肤层的胶原蛋白 让胶原蛋白变得脆弱一段 看起来显得松弛老化 七 喝水要适量 虽然多喝热水准没错 但是一下子喝太多水真的不好啊 特别是有些人运动过后 总是忍不住咕咚咕咚 狂喝水 这是错误的 特别是睡前 更加不可以一次性喝太多水哦 因为水喝多了 就会形成代谢紊乱 导致水中毒 也就是水肿 不管任何时候 即使很渴 也要少量多次饮水 而运动过后 最好补充淡盐水 众口的朋友注意了 腐肿不一定是喝水的果 还有可能是你吃太咸了 吃太多盐之后 会导致水纳猪瘤 说的在直白点 就是水分多于身体所需 形成了水肿 或者引发高血压这样的疾病 而且盐吃多了 对身体健康也不好 好了 让人变丑的坏习惯总结完毕 以上这几个坏习惯 有些不止影响颜值 还会危害健康 赶快对号入座 看看你们中了几个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